我們台灣的邦交國帛琉總統會數人 昨天在日本東京表示 中國將因為帛琉公開挺台出手干預11月的帛琉大選 會數人表示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讓他成為了中國的眼中釘 認為北京打算干預11月的總統大選 要把他趕下台 換一個親中的領導人上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